今次這隻碟對比起我第一隻碟來講 我覺得是有一個特別的主題 就是關於成長 因為由第一首歌 存在《永恆少年》 去到《天空之門》 又或者是打不開這一課 都是關於一些 好像我一樣入了社會不短亦不長的時間 遇到不少挫折 然後經歷過一些 可能自己對於自身成長的問題的一些歌 所以今次這隻碟 對比起上一次的Meme來講 我覺得是好像大家陪著我一齊長大 其實和Custent Phone都合作第四次了 第一隻就是存在 就是他監製的 然後《永恆少年》就是他作曲 《天空之門》就是他作曲和監製 然後《不一樣的我》就是他重新編過曲 然後也是監製的 他好像都是陪著我長大 又不同 一開始大家都頗三步 我覺得是在《存在》和《永恆少年》 兩次錄音中 我們沒有說過超過 超過五句 完全是錄音 要做什麼 他大概要解釋 我要做什麼 但是你說可能收了工 又或者是前後都沒有什麼溝通 都真的天空之門 才有說多了一段仔細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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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細 而且他是一個挺適合我的監製 他有一些指示 他的人就是很跳的 但是我呢 就很適合和一些很跳的人相處 所以他可能在錄音的時候 他就會給我一張圖 然後就說 你看著這張圖唱 他就會給我不同的情況 我又不會問為什麼 或者是你究竟想我怎樣 我也是很信任他們去做了這件事 現在聽到身邊的朋友 觀眾人 或者同事 都會覺得 好像 曲風 又或者是唱歌上 對比起第一年 有一點不同 所以 都很期待之後 繼續跟他合作 卡申豐真的很有心 他在天空之門 除了派台 已經有三個版本 他也出了一個 這個Midnight Version 是完全是 有不同的一種風格 而他真的很有心 去做了一個 另外一個情景 很適合晚上聽 所以這次 你說不一樣的我 首先就是跟原曲 有一個很新鮮的感覺 本身就是 可能分手之後 有一種說服自己要放下的感覺 但他將它編成為 就是一種尊容 還有一個 真的好像放下了的態度 那我就覺得 一個 FPI的項目 都 玩得很開心 完全把一首作品 變成另一個感覺 之後 其實接下來 都會有幾首歌 去找他一起做的 但 我都未開會 談清楚將來會怎樣 所以大家期待這首歌之後的作品 嗯 現在這個階段 拿不開一貨 因為最新的 還有這一首也是 第一次自己填給自己的 所以就覺得 起碼做了一個新的嘗試 希望之後都可以參與多一點 下一個目標 我覺得 唉 出到歌就出啦 然後 就 希望嘗試多一點不同的曲風 因為接下來 和喻生風都開了兩次會 那 下年都會做一些 照舊很不一樣的 因為其實那件事是 他那個主導性很強的 由一開始認識他 他就幫我監製 就是幫我錄Focal 到後來 真的完全整個project 交給他 其實是慢慢地 就是和他建立了一個 關係 我覺得是 挺良好 而且每一次錄音的時候 都會很期待